十方佛战第23 本品 1.出名十方佛战 2.吃名佛战生意 3.莫名一念尽性 不可思议功德 父慈阿难 东方恒河沙树是戒 一一戒中如恒沙佛 各出广长舌相 放无量光 说诚实言 称赞无量受佛 不可思议功德 南西北方恒沙世界 诸佛称赞亦富如是 四围上下恒沙世界 诸佛称赞亦富如是 1.守标东方 顺世俗故 日出东方 东方世界 素如恒河之沙 因一戒中 各有恒沙树之佛 因一佛 各出广长舌相 放无量光 说诚实言 广长舌相 乃撒二相之一 舌广而长 柔软红薄 出口能负面之法计 阿弥陀经略解 取安事曰 出广长舌 表无虚妄 无量节来 口离四过 故感此相 又圆中超约 为师尊 多结实语 故舌相广长 超义常人 然有常相 现相不同 若常相者 说之虽常在口 生之则能负面 上至法计 此曾令外道生性 所事如此也 若福现象 又有大小不同 如阿弥陀经约 如是等恒河沙树诸佛 各于其国 出广长舌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说诚实言 如等众生 当信誓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乎念经 经言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即殊胜之现象 此经大小二本相较 大本未言遍覆 而言放无量光 故之舌相 即是此光 此光即是舌相 无二无别 经言放无量光 故之法因所备 当不止三千大千世界 又圆中超纪云 法华言高而不言广 故约上知犯事 此经言广而不言高 故约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要知二经 大小相齐 但文忽略 故各举一边 稀释表无虚妄 献此以东文者之心耳 又义 法华名树出三界 故淡言高 此经名横出三界 故淡言广 若急速而横 急横而树 闻虽忽略 亦必相齐 超义精妙 其人深信 又词恩施云 佛之舌相 正小 折腹面门 以至法计 今父大千 正大事也 又云 菩萨得负面舌相 故其言无二 惜真实故 则负面之舌 以无妄语 旷父大千夫 事故我等 于佛之所占 应生实信 说诚实言 说自诚无妄 真实不虚之言 弥陀述述述超约 诚实 明必可信 以诚 则真肯无畏 实则审地不虚 所谓失之后 无畏说 千胜负起不能意 万事守之则为 凯则也 又云 纯真绝望 万劫如然 言诚实者 孰过于世 故之诸佛所占 无量受佛 不可思议功德 乃极真极实之言 千佛出世 不能改意 万代遵守 不可为师 纯是真实 无有虚妄 事故我等 贤当地性 甚莫怀疑 不可思议功德 见前第十一品注 下父举十方 横杀诸佛 义父如是 称赞弥陀 会述曰 随诸佛所证 平等事一 念佛往生利益 弥陀不供妙法 故诸佛让德 而令归一佛 而令归一佛 是第十七愿成就也 意味 佛佛道同 所证平等 无有高下 但念佛往生法门 乃弥陀不供之妙法 故其利益 亦是不供 事故诸佛 推让其德 欲显一切诸佛 无边功德 惜归弥陀一佛 欲令十方众生 吸入弥陀怨海 往生极乐世界 此证显弥陀本愿 第十七 诸佛称探愿之成就 十方佛战 使能明文十方 普色无边众生 会归极乐也 何以故 欲令他方所有众生 闻彼佛明 发清净心 一念寿辞 归一供养 乃至能发一念尽兴 所有善根 至心回向 愿生彼国 随愿皆生 得不退转 乃至无上正等菩提 二 又表诸佛赞叹之本因 该于众生 闻名生性 发愿求生 息证无上菩提也 会述曰 事则第十八愿成就 一步终归 为在于私 所以者何 虽四十八愿皆殊胜 以念佛往生为罪要 虽一一成就皆难失 而此成就为不共 故诸佛赞叹 文彼佛明者 教行信正约 言文者 众生闻佛愿 生其本末 无有疑心 是约文也 文明得福 故能生尽信之心 清尽心者 无疑之信心也 又无构之尽心也 圣满宝枯上约 清尽心 尽者信也 其尽信之心 又不扎烦恼心 名为尽心 一念受持 受者信受 持者坚持 义者 义佛功德 念者 念佛名号 归医者 为身心归向 医子不舍 供养者 玄战约 尽财行以为共 有所设之为养 所言财行 指二种供养 一 财供养 指香花 饮食 汤药 财物 头目老随 大地三合 等等器物 二 法供养 如说修行 以为供养 弥陀述述超约 清凉大师云 高齐大行和尚 忠从念佛 以四字教兆 为信义二字 不离于心 称敬二字 不离于口 即本经 一念寿辞 归以供养之子 树超云 往生净土 要须有信 千信即千生 万信即万生 信佛明智 诸佛即旧 诸佛即护 心尝一佛 口尝称佛 身尝敬佛 实名身信 任意早晚 终无再住 言佛之法 此侧发信心 最为切要也 三 特标一念尽信 至心愿生 一皆随愿得生之 不可思议功德 一念者 会述曰 明往生正因 为再信一念 为一念多少故 有教行信正约 言一念者 信心无二心 故约一念 师名一心 一心 则清净暴土真因也 获得金刚真心者 横超五去八难道 避获献生十种义 一者 民众护持义 乃至使者 入正定据义也 一上明一念 以下明尽信 要弥陀述述超约 信即心尽 成为师论云 信者 为于时得能 身忍要欲 心静为信 何言心静 以心圣故 如水清诸 能清浊水 又诸然法 各自有相 唯有不信 自相浑浊 父能浑浊于心心所 如极会物 智慧会他 信正翻笔 故静为相 经修净土 诸乎心静 信为即物 民意圣意 事故 阿弥陀 古音身亡 陀罗尼经约 安乐世界 所有佛法 不可思议 神通现化 种种方便 不可思议 若有能信 如是之事 当之事人 不可思议 所得业报 亦不可思议 又要解约 唯有大智 方能地性 安乐即 一论住立三心 一者 存心 信心深厚也 二者 一心 信心存一也 三者 相续心 信心相续 不扎于念也 并曰 若能相续 则是一心 但能一心 即是存心 据此三心 若不生者 无有是处 宗观诸经论 述抄为 信即心境 古音经为 能信如是之事者 不可思议 要解为 信即大智 安乐即为 据此三心 信心 若不生者 无有是处 兼明尽信 极为可贵 今今复冠以一念 而为一念尽信 当之此之信心 则在白尺干头 又尽一步 非思量所能及 禅宗三主 信心名曰 信心博二 博二信心 言语道断 非却来今 正与此一味 慧疏未为 往生正因 教行信正称为 清净暴土真因 并未一念及一心 只观五约 一心具实法界 故知一心者 乃万有之实体 以及真如也 复称为金刚真心 皆能开人心目 知不多罪 以免舍足 自心回向 愿生彼国 自心 及观金中之 自成心 私贴述约 自者真 成者实 欲明一切众生 身口异业 所修解形 必须真实心中做 不得外现 贤善精进之相 内怀虚假 贪嗔邪位 奸诈百端 恶心难轻 只恶心牢固 视同舌蝎 虽起三叶 名为杂毒之善 一名虚假之行 不明真实业也 回向者 以自身一切 所修之善根 向于众生 又向于佛道也 下云愿生彼国者 乃回自身之信心 而去向往生也 一级观金三心中之 回向发愿心 经约 一者自成心 二者身心 三者回向发愿心 聚三心者 必生彼国 会述曰 凡就回向 有自力回向 有他力回向 如回自因形 去向来果 视为自力 砖头佛愿 不用自策力 视明他力 视非凡情回向 故意明不回向 不依自力 专靠他力 如是之回向 非凡情所能之 故称之为不回向 大品般若云 菩萨如是回向 则不度想颠倒 见颠倒 心颠倒 何以故 视菩萨 不贪着回向故 视明无上回向 凡情目之为不回向 实则无上回向 改净土是他力法门 弥陀六字鸿鸣 与一圣愿海 均是他力 今依靠佛愿 回向 往生 视为无上回向 事故能生一念尽信 将所有善根 制成回向 则随愿皆生 如慧述所开示 唯再信一念 不宜念多少也 有要解云 若信愿坚固 临终实念一念 一决得生 若无信愿 众将名号 辞至风吹不入 与打不失 如铜墙铁壁相似 亦无得生之理 终日两国大德 万里同风 同以信愿为往生之主因 皆是人天也目 又弥陀述述超异约 但有愿者 无疑不生 方之愿力 如是广大 焉可不信 焉可不愿 修敬业者 与本经之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与小本之 信愿持名 时应刻骨铭心 不可战乎 又 无量寿经起心论 一名一念 与自心回向之子 论曰 一念自心回向 吉德往生 行者曾能一念信入 何须更论种种功勋 一切众生 流浪生死 为此一念 更无二念 乃至发真归原 成等正觉 为此一念 一无二念 大智度论云 行般若波罗密者 一念能数十方一切 如恒河沙等 三千大千世界 大地诸三围成 一念之力 不可思议 如是念佛 即念是佛 即佛是心 非内非外 无福无托 尽三河大地 十方虚空 无一戒子许 不是无量受佛 现身说法处 乃至离即离非 顿入如来 大光明障 diseuste 别后 好好 echt 衍 攻 忍 图 浙 sip 飞